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于切子的论里面讲的六种西论的第四种 与他分别胜利西论 这个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常见的 自己跟别人 娇良胜利 他比我好 我不如他 往往就产生了嫉妒 我比他长 他不如我 往往就生起娇慢 全是生烦的 嫉妒娇慢 都是成会里面的一份 佛法 佛法是 缺乎之法了 缺乏最重要的 是要断贪嗔痴 反而是 帮助你 正常贪嗔痴 引罚贪嗔痴 这个都是烦恼 你说这是不是西论 那么今天 在社会上 普遍 存在着 我们自己 稍稍有一点 长处 稍稍有一点成就 值得骄傲 这就是这类的 有什么值得骄傲 我们好 再好 能比得上佛菩萨吗 故佛如来 他们的成就是 真实究竟圆满 没有听说 他讲值得骄傲 为什么他没有这个念头呢 他们明了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 智慧得下 自性里头 本来居住的德能 佛讲得好 在圣 不正 在凡 不解 六道凡夫 地狱众生 蜗蜂蜂蜂蜂蜜 出身 他自性里面 本具的德能 没有一丝毫减少 正得如来 无上菩提 也没有增加一点点 所以 骄傲跟嫉妒是错误的 完全是虚妄的 虚妄叫邪论 跟事实完全不相干 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你有再殊胜的成就 你不会有觉得骄傲 而且怎样呢 反而更谦虚 我做的还不够 没有做到佛菩萨那么样的圆满 我今天发大财了 有亿万财富 值不值得骄傲呢 不值得 为什么呢 世间贫穷人太多了 我这个亿万财富 不能够帮助所有苦难众生 心里面总是常常感觉到愧疚 我修行的不好 我修的不够 我的德行 我的智慧 不能够帮助这个世间 化解一切冲突就分 德能智慧不够不足啊 那来得要啊 所以 胜烈点心 就是对立了 好胜 卧力 好胜卧力 必然产生竞争 你的心不平等了 你的心不清净了 你的心不觉悟 换一句话说 我们从菩提心的五句来讲 你忍无 你不平 你迷惑 必然是自私 你没有慈悲心 你自私 你没有真诚 与这五句 统统不相应 你还有多大的成就 这一生当中 你得到的富贵 那是你过去生中 所修的佛宝 这个佛法律说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的是 你这一生所受的是 前世所修的 前世修极的后 修极的多 你这一生得到的很丰盛 但是你这一生 你修的善就少了 自己好好想想 这一生当中 我对社会 对国家 对人类 对众生 我做了多少贡献 如果做的少 我这一生 享受的佛宝很大 做的很少 来一生 就比不上这一生 可是你要记住 这一生的时间很短 活在这个世界 超过一百岁的人不多 活在这个世界是短 来一生呢 无论在哪一道 时间都比这一生长 前面我们举的例子 独率天 独率天 第一天 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常是我 独率天 人的寿命 佛在经常告诉我们 他们那边的世界 不是我们这边世界 他们那边世界 一般寿命的时候 四千岁 你要想到 四千岁 他第一天 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佛宝大 寿命长 六道里 只有人道 寿命很短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谨慎 多得三窝道 寿命也是非常长 聪明的人 古德常讲 借假修真 真的就是灵性的提升 当然 最殊胜的 超越六道 那才是真正究竟圆满 因为你在六道 你只要不能超越六道 在六道里总是上上下下 你不能永远保持 这不能不知道 所以竞争的心 不能有 分别胜负的心 也不能有 这就对了 这个四千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自己 好胜的那个习气 他就 注意要晓得 这个在佛母里面讲 这业障 你自己很能干 别人不如你 于是你瞧不起别人 轻视别人 有意无意当中 常常显露 那么这样的心态行为 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造成于一般人 割目 不能跟大众 和睦 和睦 亏迟他了 所以你的成就 是很有限的 别人替你工作 是拿你的工资 替你工作 心并不服 替你工作肯定 你常常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 天天在教训人 天天在赤字 人家为了生活吗 讨生活吗 不能不受你的委屈 他要有好的地方去 他一定离开 他怎么会帮助你 一个成功的人 决定是谦虚 尊敬 你才能得重 得人心 中国 英语常讲的 得人这场 舍任 无论从事于 哪一个行业 你当老板 你一定要得 员工之心 员工对你真真尊敬 真正为你办事 你要是不得人心 给你工作的人 都是貌荷神理 你的事业能支持多久 都不成 顶多到自己一生 自己死了 你的事业就完了 那么在中国古时候 叫老字号 老招牌 他开个店 能够开 年三分年 你再看看 当老板 他以为他学问 肯定是 把他的员工 都看作是他的子弟 亲朋好友一样 照顾的 照顾的很周到 所以大家把这个字号 把这个事业了 就看成自己的事业 认真努力去做 他能做得好 做出名 他能够代代相传 老板代代相传 员工代代不离 他成功了 如果说职位自立 只是少分利益 分给这个员工 他们的工资 你就不能得人性 你要把人看成自己人 也假人 你才能得人性 荣誉 荣誉 是大众 过时 老板自己成大 不责备员工 为什么呢 当老板的人 带头没带好 没交好 没有做出好样子 要自己负责 员工就心服口服 没话说 第五 分别工巧养命 这个在世间很多 命 每个人都希望 长寿 可是你的寿命 不是你想象 长就长 想象短就短 不是的 命里有定数 这个定数是怎么来的呢 过去身中 夜暴 变出来 所以这个算命看相 有些看得很准 你到哪一年 又在那 过不去 辽凡 辽凡私讯里面 辽凡先生的寿命 53岁 寿命就到了 不能说不准 但是以后是确实是不准 那不准是什么 云姑禅私帮他改变 辽凡先生 辽凡先生活到74岁 都活了20年 那么他这个20年的寿命 是他修来的 所以分别工巧 长命 现在人求长寿之道 以为他真的学到了 医学进步了 疾病可以治疗了 疾病也是一张 写好的一张 医生医药 只能医病 不能医命 这个道理 你一定要 你的寿命到了 绝对不是 这个医生保健 能够延长的 没有这个道理 我们看到很多富贵人家 有家庭医生 他有没有活到100岁呢 没有啊 依然五六十岁走了 六七十岁走了 太多太多了 走了之后 真的是家破人亡 只要我们稍稍稍稍细心观察一下 这些事情都在眼前 这个 这个 神仙人所说的 世间人所传的 因果报应 通通在面前 你只要冷静 细心 你完全看到 你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到底清楚了 事实真相 明白了 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存心 怎样生活 怎样工作 怎样厨师待人教 你会真正相信圣仙的教会 这一生当中 学及为人 这一生当中 这一生当中 决定依靠圣仙的教会 圣仙的经认 肯定 过得 充实 过得幸福 过得美满 佛法里面家 常生欢喜喜 发喜充满 儒家家 不亦落乎 不亦乐乎 快乐 善意善行 确实是健康 长寿 秘诀 不亦乐 这个东西 与医药不相关 与事件什么不平 不相干 我这个一生 没有用过任何补品 别人有送给我的 我转手就送人了 我从来不用这些东西 那么有这些不平 差不多价钱都很高 我现在有地方送 送到医院 医生厨房 有需要这个东西 我们就帮助别人了 这是好事情 在佛房里面 这个叫 无微不失 无微不失 是健康长寿的 业因 佛 教导我们 财不失 的财富 发不失 的聪明智慧 无微不失 在健康长寿 你只要 行这三种不失 这三种不失 是我们这一生当中 唯一的事业 我就干这 而这三种不失 里面 法不失 全包括了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的榜样 他老人家 一生 为一切众生 讲经受法 这法不失 教导别人 帮助别人 破迷开我 迷迫了 苦就离开了 真觉悟了 你就会改善你的生活 提高你生活的品质 你得破了 那么我们想想 每一天跟大家 讲经说法 需要精神 需要体力 精神体力 是属于自己的内财 这内财不是 我不收别人的学费 不要别人报仇 只要你来 欢欢喜喜叫你 所以这个里头 就有财 就有法 那么那个人 听了之后 他的疑虑 断掉了 不怀疑 没有忧虑了 好好的去做了 这个里头还有无微 所以 法不失里头 肯定 里面包括了 财不失跟无微不失 一级十三 三级十一 天天在中这个好印 那果报自然 根本就没有想什么果报 这个果报就是 我们现在讲 采用 在物质上 生活上所需要的 不缺乏 聪明智慧 天天增长 健康 长寿 也佛如实 所以不必要在这上去操心 去分别 公桥 长命 这个公桥 就是巧妙的方法 来帮助你健康长寿 有很多人用运动的方法 每天做运动 运动是必要的 佛法里面讲 健康长寿的道理 讲的很多 佛家表法 最重要的 就是用伦 伦是语言 作为佛法的标志 佛家称为法伦 伦 你看伦这个像 他的心 原心 原心是近的 不但是近的 而且是非有非无 你不能说他有 你不能说他有 你说他有呢 你找不到 几何里头 你找不到原心 外面这个轮 轮是个动向 佛用这个代表 我们这个人 人心 心要清净 心里头不能有一点点东西 心里头有东西 就错了 心就有病了 身体呢 身体要动 身体是个机器 要不动 他就生锈了 就坏了 所以佛法里头 最常用的这个运动方式 进行 进行我们现在一般人讲散步 最好的运动 不快 不慢 那么佛陀在市 这个生活方式好 他每天要出门脱步 修行的出所 居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城市 村落 你到那里头部的时候 大概都是 三里路 四里路的样子 不会太远 三四里路 你每一天 走一个往返 那个运动量够了 这一个 一个往返的时候 大概总得要 两个小时 每一天 走这么多路 又何况 吃完饭之后 大家在一起进行 另外一种呢 就是拜佛 拜佛是非常好的运动 拜佛不可以用拜殿 这个高拜殿 那个效果就打这口 一定要平拜 拜佛的时候 心是进 一心顶礼 一心就是里头 决定没有咋念 我们常讲呢 不怀疑 不夹杂 这叫一心 你心里就有念头 那就不是一心了 就三心二意了 三心二意 就不沉静了 沉静是一心 所以佛门用 霍掌代表 他表示什么呢 这十个指头张开了 这心散乱了 现在统统收起了 霍成一个 这代表一心 一心是最恭敬的了 取这个意思 心要敬 身要动 用这个来养身 养心 不需要用其他的 所以要懂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分别 世间这个方法 那个方法 怎样来补 怎样来调养 都错了 所以 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说 随身大自然 这是德 大自然是道 随身道 就是德 我一辈了道 德就舍掉了 所以 分别 功巧长命 这是 希伦 总理不开 分别 自主 真正 修道人 把寿命的 长短 忘掉了 在这个世界 完全是随缘 有云 多住几年 没云 就走了 你看多么自在 多么潇洒 那这个东西 不值得放在心上 尤其是 稍稍深入佛法的人 都知道 任何一个人 不要讲佛菩萨 阿罗汉 任何一个众生 有没有生死 没有 这是跟你讲 四世真相 生死是 一会什么事呢 是转变 就像我们今天 看电视的时候 换频道 我们应按钮 这个频道没有了 我们想看频道 现前了 没有了 就好像死了 我们希望 那个频率 想看的频道 现前 它生了 其实 没有生 六道轮回里面 换频道而已 这个道理要懂 受命是永恒的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是换频道 为什么对这个频道 这么重视 这么贪恋 错了 每一个频道里的节目 都清楚 我们选择善 那就是向上提升 你选择不善的 那就是往下坠落 是提升 还是坠落 操纵在自己手上 那这叫缘 所以佛法不讲阴身 讲缘身 缘是可以控制在自己手上 后面第六条 担着世间 财是血 这六种习论 不都在我们面前吗 今天世间人 谁不贪财 谁不好吃 这两样东西 这两样东西 麻烦可真大了 艳烦于所谓 人为以财死 鸟为以守 这两样东西 这两样东西 不能不要 但是它的副作用 你要是贪恋不舍的时候 一定要受它害 无欲理命 摆在最前面 财摆在地上 财四明十岁 这叫五欲 世间人 但住在五欲里 没有不作落 单住的现象 要到疯狂的状态 那就是世界末日 整个世界要毁灭 无欲不能少 要懂得戒指 古身先贤 教戒 非常重视 戒指 不能过分 过分怎么样呢 不但损得 而且伤身 伤身 就是缩短了你的寿命 你本来可以活一百岁 结果你五十岁就完了 报阴报食 最不健康 最不健康了 粗差淡反 随顺自然 要知道 人生在这个世界 这个地方 所生产的 五穀杂粮 一切 输狗 就养这个地方人的 你采取本地 我是生长在这个地方 我用这个地方 出产的 出产的东西 你所得到的滋养 百分之百 那边那个地方 它是羊那边人的 我们要把蛇 它拿过来了 我们来受用 它这个自养成分的时候 可能只有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七十 它 叫水土不一样吗 它不是养这个地方人的 中国古代 非常讲究这些 古代有所谓 这个最好的 你吃的东西 能得到百分之百养分的 是你住在这个地方 周围三十里 三十里 这个地方出产的 是养你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人不一样 有交通便捷 我们吃外国东西 味道不错 也对我们身体 合不合适 不见得合适 这里就有大学问在 对那个地方人 合适 对我们这个地方人 不合适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古时候 没有交通工具 每个人多半是吃当地东西 所以他的情绪 精神体力健康长寿 那个状况都正常 现在资讯发达 把我们的思维搞乱了 交通便捷 把我们的饮食 搞乱了 真糟糕啊 这年中伤害太大太大了 所以西方宗教经论里面讲末日 我看了之后 我相信 我相信 末日从哪 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你看 思维搞乱 饮食搞乱了 这不就造成天下撒乱 如果没有接受神仙教会 必定是 这个这个损人利己 这个念头 不断会向上提升 那么这个意念提升 一定会引起社会冲突 人与人的冲突 足与足的冲突 过与过的冲突 这个冲突 也再往上提升 就是斗争战争 现在战争 诸位都晓得 何自战争 深化战争 不得了啊 真的是世界毁灭了 如果我们人人都能懂得 我们吃我们自己居住 这个范围之内的 不去侵犯别人 这个世界是和平的 资讯虽然发达 现在只有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说 我不接受 我不看 我不听 我不接触 还能保持自己的思想冷静 干净 这个世界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有些同学们 偶尔见面的时候 他跟我讲几句 我就懂得了 我不需要看 不需要听 不需要接触 你知道这些原理原则 你就明白了 所以这一句里头 就是包括世界的物欲 财产民事税 决定不能够担住 常常要记住 不如今上所加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一切法无所有 必尽空不可等 庸家大使震到锅上 说得好啊 梦里明明游流去 绝后空空无大切 所以 无论是饮食也好 名利也好 越淡薄越健康 越淡薄 你这个头脑越清醒 清醒 神智慧 混浊 神烦恼 你不能不懂这个道理 特别是 修佛的人 修道的人 要经常保持 清净心 平等心 你在这上下功夫 清净 清净 平等 一定求 一定真诚 一定慈悲 要想保持清净 平等 那这个五欲六成 明文立 一定要看得很淡 淡到统统不结束 这个就是 这就大慈大悲 这就是真摄智慧 你要问为什么 世间人平民真 真夺 明文立 我有智慧 我也有能力 不真 那么这个做法 就是教化社会 教化众生 你看你们真 真的好累 我不真 我好悠闲 我好自在 我好快乐 我的生活 多么幸福 多么美满 多么充实 你天天在争 你的心里是空虚的 是苦闷的 天天在找刺激 找刺激 就等于现在讲 吸毒 打麻烦一样 你过那种日子 那日子苦 不正常 我们过正常 愿无真 于事无求 无论在什么地方 奉公受法 做一个好公民 好百姓 一生过平淡 悠闲 自在的生活 所以我非常感激 我的老师 我这个行业 是老师教导我的 张家大师 替我选择这个行业 我这一生感激他 这一生 你看 都自己喜欢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不受外面境界影响 没有丝毫压力 这个老师的指点 这个老师的指点 给我这一生的受用 大恩 大德了 没有老师 这个指点教导 我一定会堕入 也跟大家一样去竞争 必然走这个路 不可能不受社会影响 他老人家教我 就是从里跳出来了 而且教导我 说佛 忠实质 不忠行事 这是张家大师 教导我的 我第二次听到 纳丹总统讲这个话 他告诉我 佛教 忠实质 不忠行事 我听了之后 很没服 那一行人 不是那一行人 说不出这个话来 所以这个母后这个戏论 就是告诉我们 世间 明文立扬 五与六成 都是戏论 我们要求 要明了 要远离 不要受这个累赘 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 我常讲 提升自己灵性 提升自己的智慧 这些 帮助自己断烦恼 正不提 帮助一切众生 破米开物 利苦得落 这个能力也都 仗成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把这个六种 细论 简单的解释出来了 我原来说 这个能力也会发生 我将会发生 我将更能力